好 我們現在來練肩膀 肩膀你需不需要把練大練壯 對 所以我們練肩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感受度 感受度這東西 你必須要去專注 感受它 感受你的肌肉再處理 好了 1 2 3 來 處理 感受它 感受度 對對對 很痠的教練 你練肌肉你只要有痠就對了 大家好 我是凱傑 KING CHEN 是今天要來講感受度 看到前面的小劇場 是不是你的教練 或者是你有碰到身邊的很多的教練 朋友也都常常會這樣子講感受度 你要去專注的去感覺它出力 好我們等一下這一組要去感覺它出力喔 吃 吃 可能 最好是你 你的身體我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出力啊 根本 沒有人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出力 可是 可以知道的 就是 做出指定動作 就像是二頭彎曲 我現在如果 我希望練我們的二頭 二頭就是這樣彎起來 彎起來 它就是在出力了 彎起來 它就在出力了 不可能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就不是二頭 不是我們希望鍛鍊的目標 所以二頭 就是這樣 就 這麼簡單 不要把它講得很難 我從來沒有去講過感受度 這個詞 我也不會去講 這個詞很籠統 教練 只要設定指定動作 學員做出指定動作 也就會鍛鍊到我們希望鍛鍊的肌群 就像是背部訓練 很多人在背部訓練的時候 我們的主要的肌群是背馬 但是因為背部訓練會連帶一起練到我們的手 二頭啊 二頭是次要肌群 就是相對的會練到 那往往很多人本來是要練A肌群 但是B跟C的肌群 出力出太多 這個就是不會出力 那這時候怎麼辦 教練就很重要了 教練就要去設定指定動作 或者是用一些變化的方式 來引導學生做出指定動作 像我的背部訓練 我可能就會要求學生用反手在拉 因為正手在拉 常常都會這樣子拉 常常這樣拉 背都沒動 但是反手的話 他如果拉他就變這樣 角度有差 你的正手是這樣 那反手 他這樣拉會卡卡的 他就拉不動 他不可能這樣拉 自己也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反手的時候 他就比較會引導背處理 教練就是要引導學生做出指定動作 那去鍛鍊我們希望鍛鍊的肌群 那很多人在做的時候 很多教練也會說 你的屁股要出力 或者是 有一些學員會說 我屁股都沒有感覺啊 這時候教練就說 你要去感受他出力啊 好我們下一組 下一組 等一下我們去感覺你的屁股出力 來一二三 出力 你娘好勒 你是那公三小朋友 怎麼出力 屁股就是大腿膝蓋 有一點微開 因為屁股是橫向的啊 所以你的屁股膝蓋 微開 他就在出力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會常會看到 有些人在熱身的時候 會做那個 用彈衣帶 繞在我們的膝蓋 大腿這邊 然後繞 然後我會常看到 在熱身的時候做 螃蟹走路啊 橫的走 打開了這個過程 屁股就在出力 所以這其實就是在 引導屁股出力嘛 所以這個就是 教練的專業 你能不能看出問題 能不能看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開 或者是開得夠不夠 握推的時候 手肘的開度夠不夠 太高 或者是假手肘 假如說這標準的位置 如果他現在是這樣子 一點點而已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嗎 那還是說 他如果現在是做的時候 是這樣的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但是 這就是教練 能不能看出問題 就不需要再去講說 你要去 感覺他出力 感覺這個肌群 他在出力喔 好 我們等一下下一組 很認真的 專注的去 感覺他出力 來跟著我一起 成立 講什麼東西 如果是你自己在練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動作的重心 軌道 都有做到的話 那大方向就對了 再來注意技巧 你只要動作 你的重心 好掉了 你軌道就會跑掉 軌道跑掉 技巧就做不出來 例如蹲舉 你重心其實都有點偏前 但是你可能自己不知道 你重心偏前 所以你會覺得 腰背特別吃力 你的軌道就已經不是在 正確的位置 軌道不在正確位置 你在那邊 在意 什麼技巧 什麼技巧 你都無法發揮 物理治療師很多教練就是說 因為 你的股四頭 你的小腿 進前肌 這些周邊肌群 太緊了 所以你要放鬆它 然後再去強化 鍛鍊 其他的肌群 卻不知道是因為 重心跑掉 什麼挺胸拱腰啊 屁股啊 那些全部都有注意 但是你卻 沒有去注意到 你重心這個過程 你都一直往前壓 重心偏前 就過了 一陣子三個月半年之後 膝蓋好了 你又再練 結果後來又痛了 永遠都再來無限輪迴 所以永遠都一直在這裡輪迴 感受度這個詞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出指定動作 就可以了 那教練的職責就是 能不能看出問題 那學宇有沒有做出指定動作 這就是教練的專業 教練的職責啊 那這個就是 今天稍微提的感受度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並訂閱分享 我是凱傑 KJ 對 不知道啊 怎麼可能 音量好咧 你是咧 公三小朋友 講什麼東西 永遠都在那裡無限輪迴 音量好咧 你是咧 無限輪迴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谢谢大家